宗徒大事录 第十五章 有从犹太下来的几个人教训弟兄们说 若是你们不按梅色的惯例行割损,不能得救 保禄和巴尔纳伯同他们起了不少的争执和辩论 大家就指定保禄和巴尔纳伯 与他们中的几个人 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和长老 讨论这问题 他们由教会送走之后 就路过菲尼基和撒玛里亚 沿途叙述外邦人规划的事 使众弟兄非常喜欢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 为教会宗徒和长老所欢迎 就报告了天主协同他们所行的一切大事 却有几个信教的法利赛党人起来说 必须叫外邦人受割损 又应该命他们遵守梅色法律 宗徒和长老们就开会商讨此事 辩论多时之后 伯多路起来向他们说 诸位人人弟兄 你们深知多时以前 天主就在你们中选定了 要借我的口 叫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 洞察人心的天主 已为他们做了证 因为赐给了他们圣神 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 在我们和他们中间 没有做任何区别 因他以信德 净化了他们的心 既然如此 现今你们 为什么试探天主 在门徒的景象上 放上连我们的祖先 和我们自己都不能附和的恶呢 但是 我们信我们得救 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 正和他们一样 于是众人都坚默不语 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 述说天主 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 行了怎样大的征兆与奇迹 大家都不出声之后 雅各伯接着说 诸位人人弟兄 请听我说 西满诉说了 天主当初怎样 关心外邦人 由他们中选拔 一个百姓 属于自己名价 先知的话 也正与此相合 如经上记载 以后我要回来 重建达位 以倾倒的居所 以坍塌了的 要把它重建 而树立起来 为的是其余的人 即一切以我的名 得名的民族 要寻求上主 这是很久以前 公布这事的主说的 因此 按我的意见 不要再加给 由外邦 归依天主的人 烦难 只要含告他们 借壁偶像的 玷污和奸淫 借食至死之物和血 因为自古以来 在各城内 都要宣讲 梅色的人 没安息日 在会堂中 诵读他的书 当时 宗徒和长老 同全教会决定 从他们中 选几个人 派他们同保禄 和巴尔纳伯 去安提约基亚 所派的 有号称 巴尔萨巴的 尤达和希拉 是弟兄中的 领导人物 他们带去的 信如下 宗徒和长老 弟兄们 给在安提约基亚 叙利亚和基里基亚 由外邦 归化的弟兄们 请安 我们听说 有几个 从我们这里去的 而并非我们 所派去的人 讲话扰乱你们 混乱了你们的心 我们取得同意后 决定拣选几个人 派他们同我们 可爱的巴尔纳伯和保禄 到你们那里去 此二人为了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 我们派尤达和希拉去 他们要亲口报告 同样的事 因为圣神和我们决定 不再加给你们 什么重担 除了这几项重要的事 即戒时 既邪神之物 血和致死之物 并戒壁兼淫 若你们 戒绝了这一切 那就好了 祝你们安好 他们去后 就下到 安提约基亚 聚集了众人 地上攻函 人们读了 对这劝慰的话 都十分欢喜 尤达和希拉 因为他们也是先知 就讲了许多话 劝勉兼顾弟兄们 过了一些时候 弟兄们打发他们 带着请安的话 回到派他们的人那里 但是希拉决意留在那里 只犹达一人 回了耶路撒冷 宝禄和巴尔纳伯 却留在 安提约基亚施教 同别的许多人 宣讲主的道理 过了些日子 宝禄向巴尔纳伯说 我们要回去 视察我们曾讲过 主道的个程 看看弟兄怎么样了 巴尔纳伯愿意 也带号称马尔谷的 若望童去 但宝禄认为 不应带他去 因为他从 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没有同他们 一起去工作 二人于是起了争执 以致彼此分离 巴尔纳伯 虽带马尔谷 乘船往塞浦路斯去了 宝禄却拣选了希拉 蒙弟兄们将他托于主的恩宠以后 也起身走了 他走遍了叙利亚和基里基亚 兼顾各教会 稿 被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